对于已进入退休倒计时的港岛东医院联邦总监陆志聪来说 过去30多年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的时光 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当下的香港疫情渐趋缓和 截至6月23日实施 香港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突破200万 在陆志聪看来 从医院层面推动医护接种疫苗 是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任务 很多沟通宣传一定要做到足的 我们的责任就是 第一张最正确最新的专业资讯 要有效地去给全部的同志知道 我们就变成了要有 特别是专家医护人员 是要解释给他们听 所以我们现在是 我们一直都有 有十几位的专科医生 是很好的 他们要帮忙的 就是无论是一些网上的东西 去解答一些同事的疑问 或者是我们 直接现场都有的 我们现在在饭堂的外面 其实是有一些 我们讲笑的就是说 好像看相似的 其实就会有一些专科医生 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当值的 那任何的同事有什么问题问 哎呀我血压高我打不打得这只针啊 那就由那些专科医生 真的是单对单这样去解回给同事听 那另外就是那个打针的流程 我们一定要简化 就尽量去到 最好就连预约都不用 所以比如我们如果打 在东区医院打 我们在东区医院就打这个科兴 那基本上是不用预约的 如果方便程度够的 那就很多同事就愿意去 转任行政管理岗位前 陆志聪曾在一线做过临床医生 从业三十余年 令他感触最深的经历 是香港的两场抗疫战 从2003年的非典 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 陆志聪认为 前者暴露出香港医疗系统的不少问题 对完善香港医疗体系起了很大作用 而这些经验也成为 在新冠疫情来袭之时 香港的一把保护伞 我们2003年之后改善了很多东西 举例卫生防护中心成立了 举例我们那些隔离的病房 我们医管局总共 特区政府的支持 我们建了1400间隔离的病房 还有整个应变计划 其实我们在2003年的SARS之后 是制定了 也有定期的一个检讨 以及做演习 所以也是这样 我们也称为有千多张隔离病床 也有一个六个月的数量的保护医物 以及比如有大型的传染病 其实哪一间或者哪几间医院 是会先收这一类的病人 那整个制度都在 那如果这些制度 其实全部都是 在SARS之后 我们学习了执行 所以这次虽然在疫情中间 永远都是有一些新的东西 以及做得不好的了 不过做得好那部分 就刚才我讲了 因为如果没有了那些硬件在这里的时候 你想想 如果连隔离病床都没有 那千四张都不在这里的时候 情况会更加差 时隔时鱼仔 面对疫情 情况又有了新的改变 社交媒体的落地普及 以及网络意见领袖的大量涌现 使得抗议过程中的信息 高度冗余 真价难辨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疫情走向 社交媒体加意见领袖 是我们今次抗疫 是相当难处理 但一定要处理得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资讯 究竟准不准确 全不全面 其实直接影响整个疫情 特别在我们要全民去合作 去抗疫那时候 你的资讯的完整性 和那个渗透的程度就很重要 数十年来 凭借着坚持沟通 讯息透明的工作方式 陆志聪与医护同事们取得互信 打成一片 即便在2020年初的医护罢工期间 他逐个致电询问非当职医护 可否回医院帮手时 仍有不少人自愿赶来 陆志聪说 自己走过了两段 香港医疗史上的艰难时刻 也见证了几十年来 香港医疗系统的完善与发展